好,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做三頁的 繪本裡面有三頁的 三個頁面的彈入彈出 那我們上次已經做好彈入跟彈出的部分 那我們把它呢 我們把這個彈入跟彈出 我們把它做成指功能 所以我們在視線裡面這裡有 有這個叫做廣播的功能 那所以我們讓它我們把這個接收改成彈入 好,然後這個改成彈出 好 那這樣子就變成一個副程式 類似副程式的功能 這個叫彈入,這個叫彈出 以後要用的時候呢 直接廣播 直接廣播彈入 它就會跑到這裡來 直接廣播彈出 它就會跑到這邊來 這是廣播的功用 好,那麼所以現在我們來做一個 做一個三個頁面的繪本的切換 好,首先我們到背景去 那剛剛只有一個啦 只有一張 那我們現在把三張放進來 所以我直接上傳背景 把另外兩張圖片放進來 這樣就有三個背景 好,這樣就有三個背景 三個背景 那調整一下大小 好 先把大小做一下調整 好,遮蓋到整個畫面 好,因為它是向量圖的 所以我們必須這樣做調整 好 遮蓋到整個畫面 然後第二個也是一樣 那如果是點陣圖 如果是點陣圖 如果是點陣圖 它的方式呢 是用這個放大 好,放大 第三張我們做個調整 好,那現在我有三個背景 三個背景要做切換 好,回到程式區 好,假設繪本一開始 好,一開始呢 那我就是要將第一個畫面 切換出來 所以呢,我就將外觀 背景 設定 為哪一個 好,那我們就選第一個好了 東野的風景 然後呢,要做淡路的效果 所以我就廣播淡路 那這個淡路要5秒鐘 所以我 可以等待5秒 等待5秒 然後 再來呢 當這一幕結束之後呢 我是要用淡出 我就要把這個畫面淡出 不要等待5秒 淡出之後呢 要切換到第二個畫面 切換到第二個畫面 然後呢 就做淡路的效果 那同樣的 第三幕呢 這個淡路完要淡出 然後切換到第三幕 然後再淡路 這樣子三幕就可以切換 那中間這個地方擺什麼呢 中間這個地方擺什麼呢 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 我們將來主角要出場 有哪些人要在這一幕演一場戲 就是擺中間的 那中間的你不知道啊 你可以先用廣播 先放一個廣播指令 然後呢 來取代啦 好 那我們把它接上去 那當然第一幕的時間多少 你可以自己控制 那我們現在先 先不用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先暫時用這個廣播取代掉 好 那麼所以當你按開始之後 應該會三幕輪流切換 這是第一幕 淡路 然後做完了淡出 然後換第二幕 然後換第二幕 淡路 好 一樣做完了之後淡出 然後接下來換第三幕 淡路 OK 好 那這個就是繪本的基本的換頁的切換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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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